另外再来看到中国现在才扮演说 全世界和平的角色 现在很多国家都在看下 希望中国大陆能帮忙扮演公道婆的角色 那当然很重要是两场战争 我们都希望这个森林涂炭 真的能够和平到来 中国大陆现在呢 王毅跟谁呢 跟库列巴就乌克兰外长进行了会谈 那中国大陆说 愿意和平啊 赶快止住战争 恢复和谈等等的 他们在广州见面 很特别的是呢 接着呢他就去见了谁呢 去见了广东省长王伟忠 也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参加 乌克兰的重建的发展 西方对于重建都是要抢他的钱 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帮忙 然后呢王毅有说 第一个啦 你是很大的一个出口国 所以我们要粮食要进行合作 另外呢也会人道物资的援助 也希望你支持一带一路的国家 我们快速来增长 所以呢中国大陆现在帮助乌克兰很大 然后呢乌克兰这边也说 哎呀俄罗斯有空优 我们这个F16真的作用有限 那但是呢拜登不一样 拜登最新他的谈话说 我未来六个月还是要帮助 阻止普丁拿下乌克兰 意思说乌克兰继续打吧 现在已经证实一件事情啊 就是拜登就是世界和平的最大障碍 他在乌克兰战争里面 不但没有去把俄罗斯跟乌克兰 问题解决 他心中只想要推翻普丁 所以拿乌克兰来牺牲 这已经是太明显了 只是他的算盘算错了 普丁不但没有倒 俄罗斯也没有垮 但是你拜登垮了 对你拜登先垮了 所以而且你垮了以后 泽伦斯基马上打电话给川普 对啊 你看吧 你现在稍微身体不行 人家泽伦斯基就出轨啦 你要怎么样 对啊 所以这已经很看的 俄乌战争打不下去了嘛 俄罗斯也没有想要继续扩大去打 那你乌克兰要打 他都陪你打 那以前为什么不和谈呢 为什么搞到今天 谈判条件更少 不就是你拜登搞 你拜登只会也有钱 可是问题是乌克兰牺牲这么多生命 你没看到吗 牺牲一个人都会觉得很难过 你是牺牲几万人 什么几万 最起码是三四十万人 所以这场战争 对乌克兰可以说国破三合不再 是很惨痛的一个经验 选错领导人就会面对这个局面 领导人被人家骗了 国家就很惨 我在讲谁你们听得懂 听得懂啊 来留言一下 那尤其你看 委員刚才讲那个重点 打到现在你还有什么筹码呢 说什么 我们要打到一兵一卒 然后一根扫帚都要打 我讲的是谁呢 然后呢乌克兰这边 基辅的国际社会学研究所也提到了 23号公布民调 说五月份 有32%的乌克兰人 愿意要割让领土 二月份只有26% 所以它增加了6% 意思就是说呢 我愿意啦 谈啦 就算割让领土我也谈 然后呢 在2023年2月的时候 只有9%愿意哦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个民心也反了 那些领土的来源跟我们一般理解不太一样 今天只会出这个问题是乌东跟乌南地区都讲俄罗斯语的人 乌西的部分讲乌克兰语的人 那你怎么要去欺负乌东的人 让俄罗斯有机可乘 这才是关键嘛 你乌特兰的政客仔细细检讨嘛 那你骗乌克兰老百姓 乌西老百姓 他说我们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一种语言 一个文化 那对乌东那些用俄语的人 就是啊 就是一个伤害 你可以打得过这乌东这个人 可是乌东讲俄罗斯语 后面有个大咖的金主 他一定忍不住倒过来修理你嘛 所以这个也不完全叫做割浪领土嘛 也许可以找到一种北爱尔兰的模式 让乌东同时属于乌克兰 另外也属于俄罗斯 现在北爱尔兰就这样子啊 没错 北爱尔兰就是搞出一个模式 大家从以前没想过了 所以这两个拿到诺贝和和平奖嘛 就是说 这个乌克兰政府 北爱尔兰政府 可以跟爱尔兰共和国的 部长一起开会议 也可以跟这个英国的这些 什么国会一起开会 两全其美啊 就一纠在他现在 北爱尔兰的国民所得多少 十万美金 不用搞这些这个战争这些 就是和平 你为什么要用 要把地缘政治搞成地缘冲突呢 你把地缘政治搞成地缘合作 北爱尔兰就是最经典的案例 我在讲给谁 给你们知道吧 这也是有深层的意涵 对啊 好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真的是政治的智慧才能 尤其领导人会带领他们的这些子弟们 往更好的路 还是呢 兵凶战危也很重要 好你可以看到另外一场战争呢 就是这个泽伦斯基之外的就是呢 你看到 纳坦雅胡 以色列总理他到国会去演说 他称赞这个前总统川普支持以色列人 也谢谢现在的总统拜登努力营救人质 所以呢两党其实都是不同程度的挺 这个以色列只是民主党很尴尬而已了 另外再来看到呢 其实来看到现在呢 他去演讲的时候 民主党呢就有些议员缺席了 贺锦丽也缺席 但是呢贺锦丽也要跟他见面 所以贺锦丽也有点尴尬 那川普是没有问题 他一定会跟他见面 然后呢现在可以看到有50名的国会议员 这个是没有去参加 包括了贺洛西 贺洛西就骂骂纳坦雅胡 很糟糕的演说 这里面是不能讲 贺洛西不支持以色列 应该是美国有很多的政治人物 根本就不喜欢纳坦雅胡 对 这才是关键 并不是他们反对以色列 或者不支持以色列 他们都挺以色列了 美国社会很难找到 不挺以色列的政治人物 尤其是川普更是个大号的 他是挺以色列 也挺纳坦雅胡 对 然后拜登是支持以色列 反对纳坦雅胡 这是有程度不一样 纳坦雅胡这个人坦白讲 是有点糟糕 可是又有点厉害 糟糕是他很多政策都很怪 什么那个法官任命权 他也要抢 抢了他各 因为以色列有很多教派 很多教派互相搞来搞去 这个永远还是拿他没办法 可是他们又不得不支持以色列 即使纳坦雅胡是很糟糕的领导人 很糟糕 有够糟糕 也得支持以色列 所以这个为什么说 贺锦丽故意说你演讲的时候不来 可是你见面 我还是得跟你见面 对 那这个 那个贺锦丽就要算一算说 那我跟他见面会跑到多少票 对啊 因为民主党内部 因为外面你看 外面纳坦雅胡在演出的时候 很多民众都是挺巴勒斯坦在抗议 这很多也都是民主党支持者 对大部分都民主党支持者 应该没有共和党的 共和党的人不会去 很少 因为现在执政的是拜登 这个共和党这个是嘎一脚干什么 他不管赞成那台也无论的反正那台也无论的 他没有需要去嘎这一脚 所以对于这些美国年轻人当然是无法去接受的 但不管如何 我想民主党也就够惨了 所以我就少说两句 但是你怎么看这两场战争 会因为川普如果真的执政的话 带来很大很大的拐点吗 这拐点会非常清楚的 因为大家看到川普赢了机会的时候 所以俄乌战争 赶快结束 不是已经快熄火了 前几天还说俄罗斯要大反攻 我怎么每天都在注意战线的情报 奇怪 好像大家都有点打太极拳 没有像以前动不动打拳击 所以我是觉得乌克兰的总司令 谢尔斯基还讲说 看样子我们的投降 因为我们被50万俄罗斯军队爆 以前讲这种话还抓一枪毙的 你看到没有 赶尔斯基不吭声 反而还要希望那个 赶快跟中国道路谈 跟普丁谈 对对这个 折仑斯基表面上说派这个库塞巴 跑到中国大陆去 这个好像应中国大陆邀请 其实不是 他来求救 他求救了 你想看碰到川普 川普跟折仑斯基是有私怨的 川普这个人 很糟糕一点就是 指牙必报 对 他认为跟拜登 对 他认为他是他的人马 那天接电话 是因为耳朵受伤 所以接电话 平常是不接他电话的 对啦 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 两档战争会可能因为呢 川普回来之后呢 有很大很大的变化 然后呢全世界都在怎么样呢 风向变了 所以台湾这边 哎呀蔡英文政府之后呢 赖清德也是怎样 抱美国大腿 可能风向也要赶快变吗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 明镜需要您的观看 匀怎么把它打烫 准备 mensen oung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